如果不和达奇一起去会怎样 游戏开局遇到麦狗之后 他会告诉达奇遇到一个浓庄 于是亚瑟三人便一同前往 此时游戏设定会让亚瑟出发与麦狗对话 而且会出现两个选项 选择不同对话内容也不尽相同 虽然这些剧情对于整体游戏来说并不重要 但从对话中就能看出亚瑟与麦狗两人之间的分歧 看看两个不同选项分别都说了什么 虽然我们现在有点几个缺乱 所以你应该愿意愿意 这并不正确阿瑟 我赢了我的账户 你认为这并不选择 想想其他人做的同样吗 那么这家 你已经说到那些人里了吗 没有 像德鲁说了我们 看 但不要说到任何人 只顺着领域 你认识我 我是好男人 好 简单 你跑到任何其他人 我认为 我们是唯一人 太狂了 在这儿 是的 对 别跟我说话 哦 所以说 你不愿意 我认识了 Micah 看 全都会成功 Morgan 我们失败了 好 现在我们继续 你们 就在前面 到了目的地之后 达奇会率先前去试探 在这里遇到了奥德利斯科帮派的人 大家只要记住这个帮派和达奇是敌对势力就行了 这个帮派是干什么的都不重要 经过简单的交谈之后 游戏会提示让玩家使用亚瑟帮助达奇 突发奇想的我就想到一个套路 如果站在原地不动会怎样 于是就触发了这样一段剧情 只能说 二星预判了玩家的预判 三下五处二后轻松搞定这帮小喽啰 没想到此时屋里竟然还藏着一位上妇 此人名叫沙迪也算是游戏中的一位重要NPC 她的丈夫是奥德利斯科帮的 只可惜被其他的帮麦成员杀害了 所以霸占了这个房屋 幸亏遇到亚瑟一伙人才被及时解救 回到营地后我们继续做任务 一个任务是和查尔斯一起去打猎 另外一个是和达奇一起去围剿奥德利斯科帮据点 打猎任务先放一放等我们回来再做 因为游戏开局任务就和奥德利斯科帮干上了 所以达奇就想着奥德利斯科帮在附近肯定有据点 果不其然让他发现了 不愧是帮派老大 到达目的地后达奇让亚瑟和他一起观察一下周围情况 如果不和达奇一起去会怎么呢 没想到哈维尔会提醒亚瑟 用不着你提醒 不过也算出发隐藏对话了 这马居然敢不跑试试别的 看来只对亚瑟自己的马有效 算了还是和达奇一起做任务吧 奇莫仔细观察后准备悄无声息的进攻 按照正常剧情我们只需要轻敲车地跟在达奇身后就行 但如果此时开一枪的话 拿起你跑那么快干嘛 别一惊一乍的 年轻人不讲武德 但是我又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我站在这里干瞪眼 靠着这几个NPC能否通过任务 看来这样是行不通了 完成任务后回到营地后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相信99%的玩家都没遇到过 达奇和和军是在密谋一些事情 感谢观看